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冠肺炎疫情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我国的单日新增病例突破500起 达561起确诊病例 其中8起是境外输入病例 其余的都是本土病例 其中沙巴州就占了488例 今天再增加5个感染群 同时我国今天新增两起死亡病例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我国新增561起确诊病例 其中553起是本土感染病例 八起是境外输入病例 卫生总监丹西诺医上指出 今天新增的553起本土病例 有488起在沙巴州 雪兰额26起 几打16起 今天新增5个感染群 3个在沙巴 分别是苏莱加西和卡扎纳感染群 一个在雪州叫做苏奈卫感染群 一个在纳敏叫做班德感染群 目前我国的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达到15657起 我国今天新增两起死亡病例 累计的死亡病例增加到157起 两名死者都是来自沙巴州 卫生部指出 单日痊愈出院的患者有133人 目前累计康复出院的人数有10913人 目前还有多达4587名确诊病患还在医院接受治疗 其中90人在交互病房接受治疗 29个人需要使用呼吸器 卫生总监Dansree Nohisham指出 为了应付沙巴州的疫情 哥打马鲁都医院将被列为治疗新冠肺炎的医院 目前沙巴州总共有7所医院负责治疗新冠肺炎的病人 Nohisham在脸书贴文指出 这7所医院包括亚币的伊丽莎白女王医院和妇女及儿童医院 山达根肯特医院 斗湖医院 拿鲁医院 以及根地咬医院 7所医院一共有946张病床 包括66张重症病床和170个呼吸辅助器 可以用来治疗第三到第五级的患者 他也说卫生部增设的另外6所低风险冠病隔离与治疗中心 使得隔离与治疗中心累计16所 可以容纳3876个床位治疗第一和第二级病例 也就是没有症状或轻微症状的患者 他透露增加了这些设备以后 目前可以用在治疗沙巴关病的病床 一共有4822张 之前则是2596张 对于沙巴东海岸医院的准备措施 他也提及卫生部和武装部队建议设立野战医院 准备100张病床 为非新冠肺炎患者提供妇产科 儿科以及普通外科等医疗服务 以便让陡湖医院有更多的空间 治疗第三到第五级冠病患者 至于第一和第二级病例 将继续安顿在隔离与治疗中心 阿玛伊斯兰银行位于沙巴拿督的分行 出现一名职员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对此大马伊斯兰银行宣布 暂停有关分行的运作 包括自动提款机和存款机 直到另行通知为止 大马伊斯兰银行报告指出 该银行位于拿督分行的确诊职员 曾经和家属一起到斗湖旅游 目前正在政府医院接受治疗 而职员家属则是从9月28号开始 展开居家隔离 为了安全起见 该银行的分行也采取了联系追踪措施 给鉴定和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 并且建议他们进行病毒检测 以及展开居家隔离 同时银行当局也对有关分行 展开彻底消毒 基于这段时间 拿督分行将会暂时关闭 而且ATM提款机 以及CDM存款机服务 也会暂时停止运作 因此受影响的银行客户 也受鼓励使用大马伊斯兰银行的手机应用程式 或者银行网站 你测安全 沙巴拿督因为病例增加 所以国防部高级部长 Darsh Isma Sabri 今天下午在汇报时宣布 拿督两个住宅区13号开始 实施为74天的加强行动管制令 此外他也宣布 沙巴鼓打毛率从13号开始 实施为74天的有条件型管令 那天在香港 本来说明了 对任何人来一切 发生了 的社会点决定 在当下 的处 和国防局部长 的地方 以网络 此在今后 已经乘到 了解 寄人 感谢观看 伊斯莫萨比说 沙巴达曼加萨的加强行管令 是从13号到26号涉及大约5000人 意味着当地居民届时将不能随意外出 必须留在家中 此外沙巴鼓打忙率的病例增多 所以也从13号开始实行有条件行管令 当地民众受粗配合卫生部和其他执法官员的指示 一同控制疫情 避免疫情继续恶化 我国爆发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 甚至开始蔓延到校园内 随着学校开始出现师生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吉达州和霹雳州各别有四所和六所中小学 将会暂时关闭长达一个星期 以保障其他师生的健康安全 吉达州卫生局副总监 伊斯曼欧曼宣布 随着当局接获师生感染新冠肺炎的投报 位于哥打施打县的五级巴融国中 以及五级博桥国小 还有位于华陵县的华陵国中和波尔国中 从今天开始暂时关闭为期一个星期 受影响的师生和学校职员 受促逗留家中展开居家隔离 而相关当局也会在学校关闭的这段期间 展开病毒筛检工作 霹雷方面 由于拉绿马登和四南马县 有六所中小学传出师生感染新冠肺炎 因此为了进行消毒 避免疫情扩散 州政府宣布 关闭当地六所学校 包括太平爱德华七十国中 美伊美国中 五级茶纳国中 茶纳花园国小 德兄女中 以及乌鲁梦光国小 为期一个星期 随着雪兰鹅万达广场传出四起确诊病例 该广场今天起全面关闭 而广场外则有大批人员排队准备接受病毒检测 由于现场的人数众多 令人担忧是否潜在群聚感染风险 针对这次的筛检行动 巴达林县长Johari-Anwar指出 万达广场管理层已经自行率先安排人员 让商场职员和租户 在10月11号和12号之间 前往商场进行病毒检测 所有检测费用都是由万达广场一律承担 他表示 执法单位也在10月10号派出一支队伍 以处理租户的登记手续 对此 万达广场管理层也在脸书表示 要在一天之内关闭整个商场 并且安排上千名员工进行病毒检测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不过管理层会竭尽所能 以确保各项程序能够顺利进行 管理层表示 公司在接获卫生部的通知后 已经决定为职员提供免费的病毒检测 而卫生部目前正在和MySagetra团队合作 以展开追踪密切接触者的行动 相关人士将会在近期内 收到卫生部的通知 被要求在10月14号和15号期间 来到万达广场进行检测 至于没有收到通知的民众 如果感到担忧 卫生部也建议他们到私人检测中心 进行检测 国际医药大学IMU证实 旗下一名来自吉隆坡五级加利尔脊椎脚症治疗中心的职员 感染新冠肺炎 这所中心目前已经关闭进行消毒 直到卫生部批准之后才会恢复运作 IMU大学昨天在脸书发文告宣布 这名职员从这个月9号开始 就不曾进入脊椎矫症中心 他们在得知职员确诊的消息以后 已经立刻通知卫生局 以便展开消毒和追踪工作 文告指出 目前密切接触者已经接受 新冠肺炎检测和居家隔离 当局也会全力援助 曾经和患者接触的人士 他们会继续在大学内的所有医药诊所和中心 采取防疫措施 以确保病人、学省和职员的安全 由于北马的疫情还没有完全受到控制 因此马来西亚北方大学决定延长关闭校园 以及执行在家办公直到10月15号 北大副校长达多阿玛巴沙威表示 关闭校园是为了展开全面的消毒工作 阿玛巴沙威说 这项指定原本在10月5号执行到8号 如今校方决定延长一个星期 所有大学职员必须在家办公 除了负责学省基本需求服务的职员 校园内的学省也需要获得副校长的许可 才可以外出 他补充 在大学进行关闭期间 所有教学和学习活动 也从即日起转为线上进行 一切会议和面试活动都必须推迟 或者转为线上进行直到疫情受到控制 他也说临近的社区不必担心 因为各机构包括校方 已经采取最好的应对措施 阻断感染电 阴城42名男女日前因为租用豪宅 举办生日派对 严重违反复苏式行管令 而被警方开出1000令吉罚单 楼火新山昨天发生一起恐怖车祸 警方已经逮捕赵获的23岁女司机 她不仅没有驾照 而且还醉酒驾驶 以及涉及吸毒 欢迎回来给你插播一则最新消息 由于八打零已经被卫生部列为红区 因此教育部宣布明天12号开始到10月25号 关闭八打零县内红区的所有学校 涉及的学校一共有298所 涵盖小学和中学以及私人学校 滨城42名男女日前因为诸用豪宅 举办生日派对严重违反复苏式行管令 而被警方开出1000令吉罚单 由于警方在现场起货毒品 所有人都被带回警局接受尿液检测 当中有4个人对毒品呈阳性反应 17个人有犯罪前科 东北陷阱区主任Sofian表示 警方是在昨晚11点30分左右 在巴都丁仪展开巡视时 发现一栋可疑的私人豪宅 随即赶往现场展开突击行动 在行动中警方发现屋内竟然有多名男女群聚 桌上除了摆满空酒瓶及大量海鲜外 还起货一包1.4克的K他命粉末 因此现场的34名男子和8名女 全数被命令接受盘查 并且被押回警局接受尿液检测 而在经过尿检后 警方发现其中4个人对冰毒呈阳性反应 而当中的17人拥有过毒品和罪案前科 对此警方将援引2020年传染病预防 及控制条规第三条文 对现场所有人开出罚单 并且援引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 第12条三项条文 以及第15条一款A项条文展开调查 此外由于有关豪宅被非法转换成民宿用途 随行的宾岛市政厅执法人员也向屋主开出罚单 另外Sofian表示 警方昨晚也在邻足龙路一间娱乐场所展开取缔行动 现场的76名访客全部被开罚单 而21岁的娱乐场所负责人则因为涉嫌无照营业被警方逮捕 柔佛新山昨天发生一起恐怖车祸 一辆本田轿车在十字路口等待交通灯的时候 被一辆高速行驶的白色第二国产车麦威 从侧面猛烈撞击 导致轿车四轮朝天车内的司机当场死亡 目前警方已经逮捕赵霍的23岁女司机 并且发现嫌犯不仅没有驾照 而且还醉酒驾驶 以及对毒品检测 呈阳性反应 这起恐怖车祸 发生在昨天早上8点20分 地点位于新山地步老大道 柏兰仪广场一旁的十字路口 赵霍的女司机年仅23岁 她的鲁莽驾驶行为 导致一辆在十字路口等待交通灯的 本田雅各轿车被撞到翻覆 车内的31岁男司机 因此头部重创 当场病命 罗佛州总警长 达到阿坎透露 警方调查后发现 这名被捕的女嫌犯 对毒品检测呈阳性反应 而且还聚酒驾驶 没有驾照 高速行事 露税过期 和没有保险 抵触多项違規条例 据了解 这起意外事故 给央吉当时在本田雅各轿车 隔壁的一辆宝藤花补蝶轿车 令到车内的一名78岁老父 不幸受伤 被送院治疗 目前 警方已经援引 1987年 陆路交通法令 第41条第一款 对案件展开调查 上个月 柔佛警方侦破一个 涉及澳门骗局的犯罪集团 柔佛州总警长 达到阿佑看指出 当中可能有警员和警官涉案 导致柔佛州内的相关罪案 有增无解 阿佑看表示 尽管怀疑有警员和官员涉案 但是目前警方还没有展开逮捕行动 他补充警方会事先展开全面的调查 揪出涉案的警员和官员 早前反贪污委员会 已经向五名警区主任陆口供 以调查警员包庇线上赌博 和澳门骗局的洗黑钱案件 印度的单月新增超过七万四千例 再有将近一千人病逝 这已经是印度连续七十四天 新增病例超过五万例以上 稍微来有国际消息 请别走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是台湾的双十节 台湾政府在台南安平余光岛燃放烟火庆祝 新闻结束前我们一起去看看 我是刘正业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感谢您的收看